那我們一開始要怎麼接呢 我是建議我們就從訊號關開始接 就是水流的方向 就是我們訊源接到我們的 最後再接上我們的電源線 有一個順序這樣子你比較不會有什麼錯 那一開始我們接訊號 拿到訊號線的時候 如果是比較發燒的訊號線 其實它都有標示劍 那有些訊號線就沒有那麼高 它哪裡都標示劍頭 有標示劍頭的話 那我們要幾接 像劍頭的部分 這邊可以看一下 劍頭 劍頭的部分 它在這邊會有標示 標示這個劍頭 劍頭 OK 我們假設我們的播放器 是在這邊的話 那我們劍頭的輸出 就是要留下我們的擴大機 所以我們的接法就是要 這個劍頭出去的地方 出去的地方 我們要接在我們的播放器的地方 那簡單講就是紅對紅 白對白 這個很簡單 那接下來呢是接到我們的擴大機 擴大機其實輸入的組別也有很多 那我們這邊就挑選一組 我們看哪一組會比較好 我們選擇這邊的第一組好了 把它接上去 那像有一些端子的部分 它的頭其實是要用螺絲 先鬆開然後再鎖 這種接法是為了要確保 我們的訊號端子的對接能夠很穩固 以至於就是說 它在 它整個金屬的導體的接收 跟訊號端能夠很穩固的接觸 那接下來是我們的喇叭線 那喇叭線的部分 像我們這次使用的 HUDUQUIS 這個雖然它是入門級 沒有說是很 很會的喇叭線 但是它還是有標示它的方向性存在 我們可以給大家看一下它的方向性 OK 又有一個箭頭 那一樣我們剛剛 表的就是說 送出去的那一端 就是箭頭輸出的那一端 所以我們這邊的箭頭輸出端 這邊 就是輸出的部分 我們就是從擴大機怎麼樣 流向來 擴大機流向來 這個要注意 這邊有箭頭 就是我們的擴大機輸出 輸出到哪裡 輸出到我們的喇叭端 他們喇叭 那這次我們採用的 這是BANANA的端子 就是所謂香蕉叉 它就直接 它透過這個金屬 銅製的彈片做成圓管 然後它有一個 算一個直徑 它內部有一個孔洞 然後這個孔洞 它是透過這個金屬彈片 直徑跟它差不多 但是做稍微大一點 可以做一個 算是把它撐開的動作 但是因為孔洞比較小 所以當刺進去的時候 它的金屬就會往內縮 然後產生一個破景的一個方式 讓我們的喇叭圈能夠很穩固的 跟端子能夠結合 輸出的部分 破垃圾接到喇叭 喇叭 喇叭 可以紅 可以可以 那我們這樣就完成了 各位觀眾朋友如果說 你家裡是使用 WiFi的方式的話 我們Node 它本身也有提供無線可以WiFi 對接到我們交通網路 但是我這邊還是建議 如果說你有網路線的話 我還是比較建議大家接實體線 因為實體線的話 它的品質還是會比較往路一點 那這邊有一個RZ45的接口 我們把我們這個空間的 我們先用一條延長出來 把它接上去 OK 好 這樣會扛一下 那接下來是我們的 電源的部分 那一樣我們剛剛講 從前端開始接 那我們先 接我們訊號的端 訊號端 也就是我們Node 部分的訊號線接 電源接上去 那我們把電源接好之後 接下來就是 我們這個就不要用了 那我今天就為大家示範一個 用我們的AQ Node Quest 3 來接我們的訊號線系統 那這個電源排差呢 我覺得是一個相當划算的品質 對聲音的品質上 以及長期在 我們音響設備的保護上 都有相當大的好處 不僅只有聲音的品質 它可以濾除掉 這個電源的一些雜貨啊 可以讓我們電源進來更乾淨 聲音就是這樣子 就是說 不見得你買回家的時候 你都把它接起來 就會一定會有好的聲音 即便你的設備都買對了 這些線材 電源線也好 老婆線也好 新鴻線也好 以及這種電源應過器 還有你的反射的位置 都會影響到你整個聲音的品質 所以在這種兩聲道的 這是簡單的方式 你把它接通電 有聲音以外 還有就是說 你要讓你的聲音 變得很棒 之外 除了你的擺位 擺放的位置 更不錯 這些都是有關整個 吸牆系統 靠得靠近的一些條件 那我們把這個 電源把它接上去 那這邊 PowerQuest 這邊它有標示一個 High Current High Current 就是給我們的擴大機 用的 所以我們的High Current 我們就把它插在 它的這個 地方叫High Current 把它插進去 那這樣整個搭起來 就可以完成 我們剛剛講的 我們通電 然後這時候我們就可以 開啟 這邊就可以 電源把它打開 打開啟 打開啟 啟啟 啟啟 電源 好 那這個部分 擴大機能力 這只是 讓我們這樣整個 設備連接起來 它連接沒有問題 那至於是說 怎麼要讓聲音好聽 那怎麼調啊 然後電源線 要怎麼使用 搭配啦 訊號線要怎麼搭比較好 那個 就針對每一個部分 可以去慢慢的去講 那以上是 就是在買過買套 這個 串流 撥放器 然後再連接 我們的兩三道 喇叭的這個 一個套裝組合 可以連接 跟結束 如果你也喜歡 歡迎訂閱我們的頻道 幫我們分享 或按讚 或留言 謝謝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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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